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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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影响了很多投资人的口袋 甚至很多人手上都有 或多或少而已 我一讲得那么清楚 讲我的看法 昨天我一讲我的看法 昨天网路一片骂声 哎呀你不懂啦 我跟你讲I hand 我跟你说你不懂 你懂你赚钱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参考我的讲法 好不好 你认为如果说你认为你比我懂 那就照你的方法来做 我必须得告诉你一件事实 这个台面上 这么多分析师 不管说电视上网路上 甚至有的只能做特别来宾的 我告诉你 有讲实话的 维持17年都讲实话的 你看有几个 你去查查看 去市场上打听看看 我昨天跟你讲一个观念 我说台积电连电我是看不懂 我只是告诉你 台积电光上一周 股东人数增加6.5万人 连电增加了5.3万人 一个达到90万人 一个达到70.9万人 你觉得外资一直卖 有没有道理 然后你再来想 最近你看到新闻都在干嘛 一堆没有分析师执照的 一堆说他是什么专家达人的 天天在告诉你说 台积电这个要拿来存股 投资朋友 你想想你有沒有那个存股的特性 你买了可以不管他吗 然后你可以维持每天买吗 或是说月月买吗 领到薪水就买吗 结果最近半年 你看到什么 不要说半年最近三个月 台积电 才跌十几%而已 我跟你说 整条街 为行的头 走到行的尾 全部都去投这支 少一点的买个五十股 一百股 多一点的买个一张两张的 多的是 全部都在问 我说问题大的 从头到尾 我都不是看他竞争力的问题 也不是看说外资的态度 我是告诉你 很明显他是市值的问题 他现在是全世界第九大 他有那个价值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能怪外资 占上六百块之后 天天卖 外资就天天卖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也许下个礼拜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人数 股东人数又暴增了 我还是建议你反弹 有机会 我建议你减码 我知道你听不下去 但是结论我还是要跟你讲 不要什么什么什么 老师 台积电没有的话 世界先进 为什么今天破一百 到九十几 老师 联电 今天跌成这样 是不是很可怜了 我告诉你 他在补一根长黑 抱歉 有人就要断头了 买连电追缴哦 可是你会听吗 现在很多人都人手一张啊 人手几十股 人手几百股 登基后我告诉你怎么处理 我只帮你一次 之后他反弹完之后这波有机会反弹 直接反弹 我跟你讲 反弹上来 我只能救你一次 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你就自己睁大眼睛看 这事实圣灵熊宝 圣灵熊变 我跟你讲 黑板永远是对的 我们到时候去看 黑板怎么告诉你答案 其他我就不要多讲 昨天我在盘中有送给你 在节目上面送给你 康永哥出掉了 对不对 心通 那有没有赚钱 我是不知道 尾盘是这样 涨4% 4%多 盘中涨5% 今天盘中指数几乎破底 我昨天送给你的 太极 4934 8% 我跟你讲 你开盘可以买在这 开盘只有涨1%多而已 8% 我跟你说什么 类鼓中相对强势 买盘永远 今天8% 一支8% 一支4% 我下半场节目 会再另外送你两支 那你广告要不要转台 要不要转台 不用转台 仔细看 那最近一个礼拜 我都告诉你这档股票 你要把握机会 我刚刚已经给你透露了 2月份的营收年成长160% 我知道很多人看节目就猜到了 你也知道我从来也不会说谎 那怎么样 知道是一回事 你有买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有买才真正赚得到钱 那我跟你讲今天是关键 你仔细看 这是这一档股票的K线图 这是这样上来对不对 最近打下来我们开始买嘛对不对 买啊买啊押回买啊 今天打下去再买 那我问你这是不是骑行整理 它是不是一个骑行整理 你这边画一条线上来 你这边画一条线上来 这边画一条线下来是不是骑行整理 是啦那我技术分析没有学错啦 然后你再看喔 你看这个主力成本 它这一波的拉抬 坦白讲啦 你仔细看 这个大户进场以后 均线纠结那就算了 买进 再买 爆量再买喔再买 它不是拉红三兵 它拉了红四兵 正当一天再收一个 长红然后才打下来 才打下来整理 好喔 它的成本就在这里 我直接跟你讲它的成本就在这里 而且它都没有卖 打下来过程中 阿赫 被阿赫老师逮到了 我们开始买 开始向下承接 好 接下来你要注意喔 它的毛利率的变化是这样 我今天只给你介绍它的毛利率 它去年第一季是20% 第二季跳到25% 那你觉得有没有赚钱 有啦喔 第三季跳到32% 根据本人的估算 你可以说什么 你有什么消息怎么样 我不管 它的第四季毛利跳到43% 那你要去想喔 如果你投资一家公司 它去年第一季 20% 毛利率 做到第四季年底的时候 43% 那你觉得 这个股价要不要涨 你想清楚喔 你想清楚的时候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 有些不是在你在操控的 下来是给另外一批人进场 这边上来的人 你自己可以去看筹码 很多人都知道是哪一支嘛 你去看筹码 他拉上来过程中 他有没有卖吗 他没有 他换其他的户头再进 对不对 你看得懂的人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一讲完 结果呢 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你会认同 这个点被突破之后 你就认同了 你一定会认同 为什么 很多人杀在这里 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这种股票在压低 在进货 怎么会没有故事 有啊 有故事啊 我不是拿一张图卡来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 这支不错喔 我没有那么简单 我没有那么简单 可是你明天一看到 啪出去 又一堆人开始在那边干工堵阿嬷 一定的啦 自己好好加油 唐龙海 你们上海 你自己看清楚 我跟你说 很多人他都知道说老师的看法是什么 尾盘为什么拉高 你仔细看清楚人家在干嘛 今天为什么再去回撤一次仅限36块8 回撤完之后收最高 因为有人知道财报了 有人知道去年的财报了 这个你有需要的 不会通电话进来 我知道很多人只有一百股两百股 但是我告诉你积少成多 如果你还是质疑别人说 我听那些专家怎么样 那些专家就是专门害死人家 那些打人都专门搞死你的 我告诉你 你不要去相信他们 什么价位该买 你自己想清楚 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打个电话来找我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去 SPN 海金台 迈向新世代 888惊喜架 888惊喜架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流年一路望到底 惊喜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业投股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股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胜关键 顶业专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投股 0285113366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些人说的没错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缘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汽泥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 把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来现场投股观众朋友 这盘我个人认为还是有机会往上走 稍微反弹一下 包括一些电子全职股 什么台积电连电这些 都会有机会反弹 但是你自己要把握机会 那我知道很多人 他会很不屑我们投股老师 说什么 我跟你说 我自己买台积电 连电 我躺多少 你去想 他过去如果是三 这三个月才买的话 投股购不敢 但是如果说他是买了十年以上 那没话讲他一定是赚钱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投资人 也许你是前者 那个专门会呛瞎放烟火那一种 但是我身为分析师 我该讲的我跟你讲清楚 这些股票因为筹码有问题 外资一直卖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台湾的散户一直进来 在抬轿 企图啦 天天都在喊嘛 蚂蚁要搬大象 你去想有可能吗 你小心啊 大象不用这么跪下来 他只要稍微转一下身体而已 蚂蚁可能就死一大片了 不要再妄想了 什么蚂蚁搬大象 我跟你讲 聪明的人你就听我的 要怎么做你来找我 其他我就不要多讲 等一下 我就什么挡了人家的财路 一堆人在那边网路上 什么1450又开始出征了 干嘛我又不选立委 我不选总统 莫名其妙 每个人都可以讲自己的看法嘛 对你相信 那些股票会继续涨 OK啊你继续买啊 我看你有多少钱买 是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 趁着这一次拉回之后板坛 不是给你加码机会 是让你逃命的机会 这我讲得很清楚 你自己想清楚啦 因为老师我跟你讲怎么样 不要跟他说那啦 股票市场喔 我也不会天天对啦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我的意思 刚刚我已经解析了这档股票 他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很多人很奇怪 打个电话过来呢 问了半天 那你到底要不要买嘛 就是那边叽叽车车什么的 我的助理也是这样跟我讲 我说你们到底懂不懂股票 你仔细看清楚 股票可以红士兵这样买上去 然后再拉高之后往下整理 这个时候你不进场 你要什么时候进场 那动作慢的人 他一定是等说 那我等你确认嘛 突破前高 喷出去掌停板 买不到的时候 我再来买 同事朋友 他如果真的要坐架上去的话 让你买不到的话 你觉得他掌停板会打开吗 他一定不会打开的嘛 你知道就有意思吗 所以你要有一点sense 一点commer sense 可是很多人他是 他怎样你知道吗 他打个电话过来 也没收他钱 然后在那边卤小 整天没说什么 哎呦 我本来只是考虑而已 现在盘不好 所以我不买 不然说 现在盘下 盘下可不可以买啊 你们的股票怎么这样啊 还好我只是考虑一下 都在盘下 就收盘收最高 然后就这样 眨眼 那你都已经收盘了 那你还能怎样 我都是搞不懂啊 我有时候听那个助理 跟客户在讲电话 我是快昏倒了 你去看他高点出来之后 休息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明天第八天 快则明天就冲出去 慢则后天也要冲出去 你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时间转折吗 然后你再看毛利率 他的毛利是这样跳升的 20% 25% 32% 然后第四季我估43% 老师你怎么算的 一定有人先知道嘛 那你觉得获利是什么样子 老师我跟你说 你这样讲我就很有兴趣了 我之前有打电话来啦 我跟你说啦 你们家助理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你说啦 自己贴手败喔 国险人家失败啦 这就是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就是那个态度 对不对 天天说什么 我跟你说啦 我做白兰的股票我都不孙 我来买台积电 所以他买台积电 他买台积电 台积电拔四 连电拔四 买世界深信 世界深信 失败一个点 都这样 全部都这样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今年我觉得还是有行情啦 高档震荡一下还是有机会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外资这边 已经把筹码松动了 所以去年对的方法 不见得今年会对 你自己要好好想清楚 那你像加入我们赖也不用钱 然后也不用留你的电话 也不用留你的那个姓名 然后还是一堆啊 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输不起 或是说整天要自己盯盘的话 你就自己做就好 因为我们的讯息给你就是参考 我们只能讲一个大方向 对不对 可是我们会员的讯息就很明确嘛 十点钟 九点多 九点多的时候在这边我们就发说 这个今天低点就在这边了嘛 准备要往上弹升了嘛 果然政府就开始互盘了嘛 那户什么 他把台积电联电稍微撑一下 然后去拉联发科嘛 就这样啊 拉联发科拉红海 但是他为什么不户台积电跟联电 户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要开一个达人班嘛 对不对 是这样讲的吗 话是这样讲的吗 听得下去吗 这样也是听不下去嘛 所以我没有很厉害啦 我只是常常对而已 昨天跟你讲康永哥跑掉了 今天大涨 昨天跟你讲太极买盘有路 你要特别注意 那你一定会说老师那今天有什么 今天你这两档股票特别注意 光红 他接到群创的大单 明天来验证到底会飙到哪里啦 老师今天太极涨8%我都没赚到 光红 另外有钟探针 我有听到这个消息 你自己看 因为我们没有教会人买 我就告诉你说 有些人在做短线嘛 对不对 有些人看节目 我都蹭蹭蹭嘛 蹭蹭蹭蹭蹭 对不对 蹭蹭看有没有好 好处嘛 我说好 你想要的福利我放给你 但是我希望你赚钱 你不懂 酥酥买不起 然后干掉堵阿嬷 我都说什么都别人害你的 我告诉你 股票 买卖 都自己下单的 没有什么谁害你 自己好好想一想 可以做你就做 不可以做在旁边看 对 对 你像今天国际公布营收也是报喜啊 破季线 大盘离季线还很远 他已经季线已经跌破了 公布营收还很好还大跌 跌完之后呢 那这种就是你的观察指标啦 这两档 你不会做的 我是建议你 拉起来出啦 那你不知道怎么出的 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 我跟助理讲了 这两档你要怎么处理 不管你是零股整张的 那这一档股票 期待已久的喷出 明天即将实现 恭喜你 恭喜你 之前所有打电话来的 我先恭喜你 恭喜发财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卖向新世代888惊喜架 888惊喜架